歡迎收看手機遊戲《香腸派對》,我是納斯,君彎的是《香腸派對》經典牌 然後我們就開始吧,那我們跳的這個點位附近有一個敵人跟我們跳一樣的地方 不對,應該是兩個 那沒有關係,我們這場開場一樣有撿到衝鋒槍Victor 如果開場撿到Victor或UMP我會非常開心 頂過能量雙槍啦,至少我們在開場的時候跟人家打會比較不利的事一點 如果是撿到步槍就比較可惜一點 那對方好像撿到那個迦特林基槍吧 呃,在持久對槍他會比較有優勢,所以我要比較快把他解決掉 那這邊就很幸運的把他解決掉,順便拾取他一下-45的子彈 還有一個敵人是跳山上,那暫時我們先不管 那因為不知道他到底是要搶山上的車還是要下來偷襲喔 我們就是邊打AI,邊搜武之,邊看他現在是怎麼樣一個情況 然後順便就是,喔!結德身份卡這邊還有兩張欸,好多喔 OK,我身上一直在這邊兩張,有點扯就是了 好,那這邊也沒有看到UMP,那我這邊打算打那個炮彈上去看一下那個敵人在哪裡 結果發現這個敵人就站在這個位置,直接把我的炮彈打掉 那也是蠻聰明的阿 他直接斷我的這個空降 那既然他斷了我的空降呢,我這邊就決定不跟他趕快 呃,不跟他進行對戰 先拉掉,找另外一個傳送大炮過去喔 那這邊順便撿一個傳送膠囊以備復食之需 不然我這邊其實沒有傳送膠囊阿,原本 順便再打個止痛藥 讓我的這個血量,不是血量,能量值可以比較多,可以慢慢回血啦 對,那這邊撿了一個這個,急救包 那敵人剛好飛高高過來,那我這邊剛好直接拉過去 他打了幾槍,我的砲台但沒有轟掉 那他這個位置是在樓下 我不確定他會不會進防,那他這邊往旁邊前進 我看到前面有UMP,我想先撿 所以我就先不理他,因為我想說他短期內不會上來 結果他很勇欸,他直接開,結德身份卡就直接開上來了 直接開戰 其實這個狀態下我可能不會開戰 如果是我在樓下的話 好,這邊就很成功的 這個半血換他一條命 OK 其實這個狀態下因為,如果我是他啦 因為我在他那個狀態下 沒有打到我任何一槍嘛 我還是滿血的狀態下,我是不會衝 如果我有偷到滿血的狀態下 就是譬如說 我把那個敵人打到半血或者打了一槍 滿血的情況下我就衝上去跟他打 可是如果對方是滿血的話我會看情況 是我的話,我是他的話我不會上來打 我會盡可能先爬 敵人耗一些血量 一滴都好 再上來打 就是,反正就是要讓敵人的血量比我少啦 我再過去打 感覺會比較優勢 然後這邊剛好掉一個空頭 不是我叫的 是自然空頭剛好就丟在這裡 那我就順便 呃 這個 拿一波 這樣子 那我也剛好有拿到信號槍啦 對,那這邊就是準備去拿神秘道具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 砰砰車喔 就直接開過去找找看我們的神秘道具究竟是什麼呢 他的位置是在 呃 偏右下角啦 結果看到是呆呆龍 而且我還比較晚到 居然沒有人搶 真的是太幸運了 其實這陣子 我打了三四十場都沒有遇到呆呆龍欸 不知道是運氣差還是 最近呆呆龍機率調低 之前我影片也有講 我不確定是不是調低 就是感覺更低了這樣子 好啦那這邊其實我也有打那個 信號槍有收一些物資 然後我把那個我的 塔爾9換成了DP機槍喔 那他是四十幾發的子彈 好像還沒有找到M249 那我們這一波是 呃 拿了一些汽油 然後順便等一下要 呃 補血喔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我血量只剩半血 這邊趕快拉個繃帶 對,然後等一下再喝一罐飲料 你看飲料我拿蠻多了 汽油只有兩罐是真的有點少 我一直在找汽油找不到 兩罐對於大家都來講太少 因為我們進圈基本上來講 就可能就要拉一罐 你看 我現在身上沒有半個止痛藥 有傳送交往兩個 三個急救包三個 然後飲料八九罐這樣 汽油兩罐這樣 其實 輔助的物資算少 我這邊就想說先打個止痛藥 我不想在進圈的時候 萬一被人打一槍狙擊 萬一他剛好很準我就掛了 所以我這邊在圈外的時候趕快打 那留兩個止痛藥 等一下留著用 剩下兩個止痛藥不能再用了 不是止痛藥 急救包啦 急救包 剛好看到左前方有一台巴士 其實是想要拿機槍掃他一波 但是 我這邊還在思考說 哪個點位比較優勢 嘖 這邊看 喔這邊剛好一個敵人 直接火球一發帶走 OK沒有問題 他海王 稍微晚了一點喔 如果他還早一點 或許有機會擋掉 但可惜他還比較晚 而且剛好這邊海王 我可以偷減他的物資 剛好 撿了個止痛藥 不錯 可是他沒有汽油啊 哼 感覺應該是沒有汽油吧 可惡 要汽油可能要打巴士的敵人 那今天就來到這個旁邊的城區 我想說汽油真的很少 我暫時先不找人殺啦 我趕快找汽油 不然我這個火球轟個幾發 我呆籠龍就沒用住了 那搶呆籠龍意義不大 感覺效用沒有把他發揮到最大 所以呢 你們可以看到我這邊還在持續的找 看看有沒有物資 好像也沒有 沒有汽油啊 真的是 有時候想要汽油的時候很難拿到 不想要汽油的時候 前面收了六七罐七八罐 之前有一次啊 不過還好之前有一次 收到六七罐七八罐的時候 剛好那場的神秘道具也是呆呆龍 剛好我也有拿到 所以那場的汽油就非常的充足 用也用不完啊 現在還是沒有看到 我現在是快速查看一下 為什麼不下龍是因為 我怕這個城區會有人 欸有剛好有人 不過巴 他是巴士啦 因為我很怕就是說 我把帶龍停在外面 我人跑進去搜 然後 就有人騎走我帶龍 這就得不償失了這樣 那我這邊加了汽油 那這邊目前有兩台巴士啊 一台在 我這個城區 另外一台在旁邊的空地 那巴士居然停在圈外 是怎麼回事 蛤 蠻奇特的 他這邊 他這邊把自己卡住 他下車了 看能不能紅一波 OK 這邊很幸運的直接帶走啊 看一下有沒有汽油 他有一個 這個 呃 急救箱 他有N249啊 可是我覺得這邊撿應該是 來不及 要撿5.56子彈 可能要花點時間 這邊就 暫時先不撿他N249 用DP繼續用好了 好我們看一下 呃前面的巴士還在開 還沒有爆 那我這邊是想說 站這個屋頂去打那個巴士啊 好這邊 這個人 有機箱打得遠 真的是 不好打呢 那這邊趕快往下走 往下爬 因為我怕那個敵人很準 然後他就把我帶走了 那我就尷尬了 OK 男人巴士靠近過來 那 看一下有沒有敵人可以讓我 偷襲一波 又有一個空投耶 圈這麼小還掉一個空投 好這邊看到底下有一個人 正在跑他是5勝 欸要我 我要發 我要射火球之前他居然就5勝 衝 開一波啊 可是還好就是 我還沒有按下去 他太早了 如果他在晚一點按5勝的話 或許我的火球剛好是 碰在他的 後面尾巴 他可能是半殘 可能會半殘 或者是直接逃掉我的火球啊 對他太早了 呵呵 我還沒有準備按下去之前他就先跑 先開那個技能 好現在場上剩人最後兩個敵人 那 那 巴士 我不確定有沒有人 我這邊在看巴士有沒有人 然後順便想要停在那個 屋頂上 後來我聽到 房子裡面有聲音喔 所以我就把 呆在龍又 騎到了別的地方 那剩下兩個 有一個在房子裡面 另外一個我不確定 所以我這邊在看 旁邊的樹有沒有敵人 目前沒有看到 我就只能猜他可能或許 也在房子吧 那我這邊就直接 DP機槍開掃 想說要把巴士給掃爆 不然的話 等一下我呆在龍 我們要轟也是很麻煩 因為巴士我記得是轟 沒有辦法轟到裡面的人 我自己測試過是沒有辦法 除非 可能有一些特殊的角度之類的 但我自己測了好幾遍 沒有辦法 就是沒有辦法 轟不進巴士裡面的人 對 所以我一定要把巴士給打爆 這樣子我就會最大的優勢 你看 那現在的話 如果敵人拿到跑車 也沒有用啦 跑車我也是可以轟 這邊敵人是狼王 我發了一顆 其實明明很近 居然是半血 殘血啦 居然是沒有直接帶走 那這邊殘血 那房子裡面有一個敵人 在對他開槍 剛好把我的頭給剪掉 那 那就應該得到他應有的懲罰 被我帶走 呵呵呵 搶頭的懲罰 你搶我的頭我搶你的頭 啊這場就 八殺吃雞 應該是殺了三個AI 呃 五個真人吧 在那個 呃 那個叫什麼 蜂蜜谷殺了一個嘛 然後 後來殺了三個AI嘛 然後最後 火球轟了 四個 對 應該是五個真人三個AI 那這場就加了十八分這樣 運氣蠻好的 拿到呆在龍 真的是痛哭流涕啊 因為最近呆在龍的生產率感覺很低 呵 真的難過 要滿善賤 應該說大部分都兇兇龍王啦 唉 真的是難過 好啦那我們這集影片到這裡結束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記得留下 喜歡訂閱按下旁邊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評論上六點發片 交易早上十一點 有興趣要記得準時收看 每天YouTube搜尋尼亞斯 找到我們頻道的早上最新影片 才不會錯過我的任何影片 一定要記得手動搜尋 手動找啦 不然會錯過喔 那我們下一集影片下見 各位 掰掰 我們請你 下次影片下見 可以保留,有嗎? 我們請你 感谢观看